国产歼20战机一次量产的消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 在这个号称歼20B的型号中 最为亮眼的莫过于获得适量推理 不过该航发猜测为涡汕10B 依然不是歼20的标配涡汕15 据说涡汕15整体研发比较顺利 而且是和歼20所使用的F119是一个级别的发动机 可以一举解决国产心脏病的问题 而在8月9日 国内航空装备的私身专家宋新之老先生 也在视频中对涡汕15进行了解读 其中有两项关键参数对于两项 让我们对涡汕15这款发动机有了新的认识 宋老先生提到的这两个核心数据 就是推重比和油耗量 也是评价航发性能的关键数据 按照航发的开发规律 一般是先左核心级 然后再做涡汕 既然这个数据已经有较为明确的数值 那么的确可以证明 涡汕15的开发进度已经接近最后部分了 宋老先生认为 目前美国最好的F119发动机 和F135发动机的推重比 都已经达到了11左右 而国产的涡汕14航发 应该在10.9左右 已经非常接近每日发动机的水准 而且考虑到 涡汕15目前还处于测试最后阶段 而按照一般情况 发动机中后期还有一个挖掘性能的改定机会 那么之后的推重比绝对会达到F119 或是超过其水平 而另一个核心数据 就是耗油率 该数据决定了战斗机的最大航程和作战半径 尤其是对于经常要开超寻的第五代隐身战机而言 发动机油耗率可以说直接决定了战斗机能力 那么F119的油耗率为2.4 而涡汕15超寻加力状态的油耗率只有1.98 可以说要性能要多好 普遍来看 一般小航道比涡汕发动机的加力状态 油耗率在2.4左右都已经是很理想了 而涡汕15直接达到了先进水平 至于不开加力状态的涡汕15油耗率 目前还没有准确的数值供参考 但是普遍来看 小航道比战斗机航发 是不能和大航道比发动机相比的 油耗率要高很多的 能到1.98可以说是已经令人满意了 除了这两项核心数据外 恐怕军迷朋友们最关心的还是推力如何 毕竟有这么一种说法 只要推力勾搭 板砖也能飞涨天 之前航空发动机也多次受制于推力不足的问题 目前F22所使用的F119发动机的初始型号推力 大约为14.4吨 而第二阶段改型改进到15.7吨 现在批量生产的版本为17.4吨 可以说随着材料技术的不断发展 技术指标也是在不断提升的 而F119的涡扇全轮温度为1978K 涡扇15的涡轮全温度为1925K 其初始的推力就已经达到了16.2吨 达到了F119的中间改进型号 现在涡扇15测试的第四批次改进型 推力已经达到了18吨左右 实际批产装备歼20时应该可以达到20吨 是问题不大的 超过F119应该是很有希望 说到这里 大家肯定会问 这么一款全面超过F22所使用的F119航发的发动机 为何不尽快装备歼20 让其形成最完整的作战能力呢 实际上航发就是水模功夫 需要不断测试和完善 才能让各项关键指标达到满意的水平 尤其是各种复杂条件下的问题 如果测试时不尽量暴露 然后解决 时装后再出现问题 反攻将会耗费大量人力和物力 重则还会造成战机出现严重工长 影响战力 最重要的是通过不断测试 还能反复提升设计寿命 目前测试阶段寿命是3000小时左右 应该说还不是理想状态 但是未来P产型将会达到7500小时左右 这也解释了为何 涡扇15暂时还没有装备歼20战机 因为该发动机还需要进行最后的冲刺 根据外界推测 这个测试的时间大致在三年左右 也就是2023年 大家就可以看到完整版的涡扇15出现 到时候完整版的歼20 或者被称之为歼20C 一旦涡扇15完成最后的测试 那么完整版的歼20C 最终还是会选择使用这款发动机 而到时我们和美国的航发 就已经站在了一条起跑线上 可以做到没有直接代查了 而到了那一天 歼20才真正展现了自己的水平 让大家见识到 国产五代隐身战机的不凡之处 俄罗斯媒体《科学与技术》杂志 近期文章显示 我国熏醒的涡扇15发动机 取得重大进展 推重比突破时 加力推力达到18吨 不加力推力为14.9吨 与一代歼20所装备的AIO-31相比 总消耗量平均高出27% 如果加力则再增加9%至10% 因此判断 使用涡扇15发动机 将需要意料之外的高燃油投入 消息传入后 国人机媒体可谓是喜忧参半 尽管如此 涡扇15推力的突破性提升 依然较好声不断 福布斯新闻网7月13日发布文章 据南华早报周一报道 成飞歼20的升级版歼20B 即将批量生产 该机型运用 新型推力适量控制系统 将大大提高其机动性能 也就是说 治愈心脏病的歼20 将恢复其应用水平 但邮报方面 有消息称 歼20发动机将沿用俄罗斯进口的 土星AIO-31FM2 涡扇发动机 而非国内改进生产的 大推力涡扇15发动机 TVC系统 可以通过倾斜发动机 向量喷嘴或批流片改变推力 来实现飞机的转向 F-22 以苏35S就是最好的例子 此类飞机 能够在很高的攻击角度 调节飞机机头的指向 在躲避导弹 和需要调节空中作战可视范围 以求寻找游离位置时 具有极大优势 对一间20B来说 雷达远程导弹和隐身性能 仍将是其空中作战的主要资本 但空中战斗 自然而然就需要 保持机身位于一个 稳定视觉范围内 特别是避开 远程传感器 检测范围 以及对应导弹作战的情况 但许多先进的喷气式战斗机 并不推荐使用TVC系统 因为该系统的运行 会加速消耗飞机能量 使其处于低能量状态 容易受到后续攻击 因此西方设计师 大都不推荐将其 应用到高端的特种机 或者垂直起降机上 而俄罗斯的喷气式飞机 应用较多 油耗显著增加 意味着飞机的战斗半径减小 以现在的半径水平为基准 则需要更多的载油量 这将导致有效载荷 及可操作性的相关指标恶化 无论是TVC系统 还是涡染失误 都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而俄制的土星AL31M2 是AL31F发动机的 第二阶段产品 属于涡轮式喷气发动机 可生产约14.5吨的推力 较此前的AL31F3系列 20系列及23系列 提高了推进性能 并降低了 在不加推力情况下的比油耗 只要通过增强参数 及取消氧气充电系统 来完善飞行参数 及操作性能 具有较好的控制精度 与运行效率 符合辱辱苏27SM 及苏34这类 高推力高燃油消耗战机的要求 相比之下 俄罗斯的AL31M2的应用性 可能会优于油耗较大的涡扇新事物 但此前涡扇15的设计总工程师 连续获得业界光荣称号 都是其因主持的 某项重大型号发动机 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其涡扇15总师设计单位 航发涡轮院 也因相关研究 或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集体称号 尽管此次涡扇15 以致性能不是很尽如人意 相信我们优秀的研发团队和工程师们 能够再次对其进行改进创造 让中国战机心脏完全属于中国 前段时间 美国媒体发布了一份 关于全球最强五款 军用航空发动机的排名 不出意外的是 美国落马公司的F-129和F-135发动机 成功入围榜单 非常有趣的是 F-135发动机 其实就是F-129发动机的核心级 研制而来的延伸产品 而这也导致了F-135发动机强大的性能 众所周知 为了能够在五代引擎战机领域上 彻底实现对苏联的压制 美国耗费了数百亿美元 去研发五代引擎战斗机 其中惠普公司为了研发F-129发动机 就耗费了200多亿美元 如此庞大的资金注入 再加上大量人力和物力的支撑 最终研发出了人类历史上最出色的 小寒道笔涡扇发动机 F-119发动机单台最大推力超过 170千牛 推重比超过10 涡扇15发动机最大推力加推力 超过了180千牛 推重比达到了10 这也使得 G20引擎战机的机动性能和速度 将会得到一个新的提升 弥补了最后的一个弱点 当然 涡扇15发动机在推力和推重比等性能上 已经可以媲美国外的同类型产品 但是在使用寿命大修时间和稳定性上 依然还是存在较大的差距 这些工艺和材料上的差距 并不是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就可以追赶 依然需要长达数十年的积累和沉淀 才能慢慢缩小差距 不可否认的是 涡扇15发动机的出现 彻底让我国第五代引擎战斗机 解决心脏病的问题 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未来 随着涡扇15发动机技术的不断成熟 我国也将会陆续开发一系列 新型的高性能发动机 成功从第三梯队进入第一梯队 从发动机制造大国 软变为发动机制造强国 转发动机制造强国